一直來到KTV 但他並不是來歡唱 而是射向紅門宴暴力 討債毆打被害人逼簽本票 那我們現在就依警方合法 拘捷 警方掌握情資 尋現找到這名祖賢 並同步逮捕他旗下多名小弟 因為他們涉及多起暴力案件 有什麼東西 沒完全沒用 我家也不會有東西的 祖賢配合警方進入家中附帶搜索 大方表示絕沒藏有任何違禁品 但到另一名小弟住處可就不一樣 當場被查獲多把西瓜刀 和空氣震爆槍 而這些全都是暴力討債集團 用來恐嚇被害人的犯罪工具 走在前面的就是帶頭祖賢 看起來相當眼熟 原來他就是統促黨成員陳雅豪 而整齊案件會曝光 全是因為其中一名小弟 原先就是高關懷少年 據了解陳雅豪打著主聯邦名號 遭說未成年小弟到處惹事 今年3月初毆打藝人修傑凱後 月底就在KTV暴打 無性被害人逼簽35萬元本票 5月又使用同樣手法 將另一名弘姓男子 約到中山區的民宅 慈目棍狂毆 造成對方多處淤青紅總 簽下150萬元本票囚牢後 才肯放人 陳雅豪到處惹事生非 還將魔爪生向未成年 這回警方將他和旗下小弟 通通一網打盡 讓被害人不用再過得 提心吊膽的日子 繼續回答 陳真佳彤要報導 立刻下載 靜新聞APP 一手掌握新聞時事 盡善盡美 靜好新聞 演習根據說 真佳私填 為例 靜好 即使 比估人